第五课 济南的泉水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你是要提醒我整理阳台吗? 我没忘 那你抓紧时间弄 今天太阳好 我想洗洗衣服 难得今天要做什么? 二 你感冒了 要多休息 这擦地的活儿我来干吧 这点病算得了什么 再说了 我总觉得你擦得不干净 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 暑假我打算带孩子去北京 那儿的名胜古迹多 风景也不错 我哥哥哥家就在那儿 等我打个电话 让他招待你们 女的为什么给哥哥打电话 四 国庆节 国庆节你打算去哪儿玩? 去杭州 我大学同学结婚 我要去参加婚礼 回来路过 回来路过苏州再玩两天 女的去苏州做什么? 五 这次去北京收获不小吧 没错 长城 颐和园的风景真美 胡同也很特别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 还是北京烤鸭 味道棒极了 女的对北京的什么印象最深刻? 六 苏州有个叫山堂的地方 不知你这次有没有去看看? 当然 我还坐了那里的游船 体会了一下 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很有味道 女的觉得山堂怎么样?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七 你来中国留学两年了 利用假期去过不少地方了吧? 中国的名胜古迹很多 风景优美的地方太多了 那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 我觉得四川的黄龙风景最美 到了那儿 真像是到了童话世界 女的觉得四川的黄龙怎么样? 八 姥姥 您来了些日子了 今天正好有空 我陪您去故宫转转 故宫人太多 我这腿脚又不方便 还是别去了 那我陪您看电影去吧 好啊 我最爱看电影了 关于姥姥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九 你好 我想预定周末的一个房间 标准间就行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接待了一个会议的预定 标准间都没有了 只有豪华客房和商务套间 请问您还需要吗? 也行 我们带孩子来旅游 商务间就不用了 豪华间有大床房吗? 有的 请问您要住几天? 关于男的 下列哪项正确 十 我的小学 就在和南螺骨巷交叉的一条胡同里 每天上学都经过这里 那时候这里可没有现在这么热闹 就是条普普通通的胡同 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你看变化多大呀 不过你读的小学 一直以来都是所好学校 关于男的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你带小明去自然博物馆了? 是 儿童节了 我这个当小舅舅的 还不该满足他一个要求吗? 小明之前跟我说过好几次 想去自然博物馆看恐龙 你们看了吗? 当然看了 我们还看了海洋馆 人类馆关闭装修 没看到 很遗憾 那儿的设施虽然有点旧 但八千平方米的展厅 一天都看不完 小明喜欢那儿吗? 那还用说吗? 小眼睛都不够用的了 十一 说话的两个人是什么关系? 十二 关于自然博物馆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有一位名叫威廉森的九岁英国男孩 看上去 他和同龄的孩子没什么不同 可一拿起画笔 他就立刻显示出画家范儿来 新晋在他的个人画展上 展出的二十五幅作品 仅十五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价值达二十五万英镑 一位知名艺术品专家表示 威廉森的画之所以如此受到欢迎 除了因为他的作品本身很单纯以外 还因为他在这么小的年纪 就熟练掌握了多种绘画技巧 对一些画家而言 达到他的程度需要花上至少十年 十三 关于威廉森 下列哪项正确 十四 威廉森的画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草森的发展 ,草森。 草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